主角配上独门酱汁 在锅中乳倒整块肉散发骨头色泽 光看就垂涎欲滴 餐饮集团网品首度进攻年菜市场 结合其家品牌推出年菜组合 在家轻松复热 省去准备食材跟料理的时间 一桌六道菜 虾子 新鲜石斑鱼 甚至佛跳墙 15到20分钟就能从冷冻包 变成热腾腾的佳肴 其实这几年网品积极多角化发展 2018年成立万仙公司 专门供应集团类的食材 也同时跨入礼合市场 如今更结合资源 抢进台湾一年四十亿的年菜商集 网品其实一直都有一个 很强大的供应链的系统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很强的采购系统 所以不管是在议价的过程 或者是食材的挑选上面 我们都相对的叫 其他的业者都有非常大的优势 台湾餐种类多 竞争也格外激烈 餐饮集团多方发展 才能闯过营收天花瓣 黄品卖礼合不是首例 像是烧肉集团胡同 也是搭上节庆材 在中秋节时推出烧肉礼合 礼合内塞满肉片肉排 还有霸气海鲜 这些全是店内的招牌食材 业者跨街捞 就是想带起业绩成长 很多的餐饮集团 藉由自己原本 不论是进货 或者是纵向的一些优势 去开不一样的品项 希望透过不一样的品项 来提升自己的业绩 餐饮业趋近饱和 想要增加营收 开心店不是唯一的方法 整合资源成立资品牌 不只能供货集团内 同时也对外接单 开批原本没有的市场 靠新裁员突破业绩困境 蔡轩林明达方向台北部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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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